除了大家年纪越来越大,皮肤就变得干燥、敏感、暗沉、松弛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胶炎蛋白的流失 虽然皮肤老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日晒、氧化、荷尔蒙的变化 不过胶炎蛋白减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胶炎蛋白本身是一个大堆的蛋白质 其港泛存在于皮肤、隔隔、基建、人大这些各种的结体组织 是我们人体最丰富的蛋白之一 大约占了我们体内蛋白质肿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大家好,我是自己生,这一期影片来讲讲胶炎蛋白 首先胶炎蛋白是一种存在于细胞外的蛋白质 它几乎遍布我们的结体组织皮肤隔隔 还有内脏的细胞间隙都有的 甚至是印带和拱膜都有它 举个例来讲,眼角膜几乎完全都是胶炎组成的 可以说胶炎是结体组织里面的一个支撑架 它不单只支撑我们的器官,保护我们的身体 作用结定组织的引性 是身体结构中非常重要的支架 在这些组织里面有一种叫成纤维细胞的细胞 它们数量很多,而且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比较强 可以说是胶炎蛋白的主力工厂 胶炎蛋白简称为胶炎 是由18种胺基酸组成一个态廉 其中,甘胺酸含量最高,剪了大约三分之一 其次是强苦胺酸和强赖胺酸 一般蛋白质里面虎胺酸含量很少 但是胶炎里面特别多 这些盲状的胺基酸就将整个胶炎分子锁得很紧 所以胶炎有一定的痰性 又持续很牢 所以它又非常结实 有些朋友问自己身上,胶炎蛋白有什么用呢? 胶炎蛋白是我们人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之一 目前被科学界证实的胶炎蛋白类型是超过28种 不同类型的胶炎蛋白在胶基酸组成、分子结构和组织分布上存在差异 从而承担不同的心理功能 其中一型、二型、三型、四型和我们人体健康 尤其是皮肤、隔隔、关子的关联是最严密的 研究最广泛的都是一个类型 其他类型只要分布在特定组织或器官 发挥特异性的作用 一型胶炎只要是促进我们上皮细胞生长 同时它还可以刺激胶炎酶的一个生成 使我们皮肤保持紧致和有痰性 但几对眼部的细纹、眼袋都有一些改善的作用 如果缺乏一型胶炎 还有可能和吉德舒松发生和严重程度有关 二型胶炎只要存在软骨和玻璃体中 它和蛋白醉堂结合 帮助保存皮肤的补水 使皮肤更加有滋润 三型胶炎在皮肤的含量不是那么多 但它可以增强微血管的强动和谈性 使细胞得到那么多的养分 同时还可以促进心血管的生成 有助于皮肤健康 四型胶炎 它是负责为皮肤的结构 完整性 使皮肤更加坚实 有抗氧化作用 而且它也有炎款老发 防止皱纹的产生作用 有些朋友问 多吃猪脚可不可以补充胶炎蛋白呢? 猪脚是很多人喜欢的美食 因为它不单止美味 很多女性还以为 多吃猪脚可以补充胶炎蛋白 事实是否这样呢? 首先明个一点 我们吃进去的胶炎蛋白 人体是没办法直接吸收的 最后我们长度之后 它会被消化液 崩解成为小的氨基酸 然后才被我们长度吸收 吸收后的氨基酸 它不会主动去到皮肤那里 会随机被送到 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 其中一小部分 就可能最终 是用在皮肤和胶炎蛋白核成里面 可以说 吃胶炎蛋白和吃鸡蛋差不多 最终在我们长度里面 都会分解成 相同的氨基酸 我们人体吸收之后 只是有 极小部分 最后去到我们皮肤那里 所以 口服胶炎蛋白 它不是实现 吃什么就补什么的效果 另外 组成胶炎蛋白的氨基酸 大多数都是 非必需要氨基酸 我们人体自身都可以核食 它不需要 通过食物额外的补充 所以 吃猪脚 补胶炎蛋白这个说法 其实不是那么科学 在正常的饮食情况之下 我们人体 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胶炎蛋白的 即使吃了猪脚 它也是补充一部分 蛋白质 它不可以100% 转化为皮肤所需的 胶炎蛋白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如果直接吃胶炎蛋白的效果 不明显 可不可以将胶炎蛋白 直接涂在面上 那样会不会有效果呢 其实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皮肤是我们最大的器官 根据主要的功能是 保护和屏障的作用 胶炎蛋白是属于 分子量比较大的物质 没有办法穿透 完整的皮肤屏障 进入到我们的皮肤新层 只可以停留在皮肤的表面 所以 最多只是去到短暂的保湿 和润泽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外用 只是口服 胶炎蛋白 都很难以对 肤质 产生实质性的改善效果 面对这类产品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避免盲目金风购买 实际上 皮肤的色泽 探性 和势力的程度 以及皱纹的多少 它和先天为前因素 以及后天的生活方式 和日常保养 密切相关 例如 它长期从事 身外的体力劳动 经常是 风吹日晒已淋 皮肤就容易变成粗造 顏色度加生 大家如果预防得比较好 平时 活动作息的比较规劳 皮肤相对来说 就会更加细腻 白痴 另外一些疾病 同样都会影响 皮肤的状态 例如肝硬化 痰切炎 或者有些肺部疾病 这是部份的皮肤病 可能都会导致 皮肤中 胶炎蛋白的异常 增生 或者是破坏 从而 改变了皮肤的外观 随着我们年纪的变大 皮肤中的胶炎蛋白的数量 和结构 都会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 表现为 淡性下降 有肛醋 和肤色加生 而且会逐漸出现 皱纹和松弛 但我们需要 说明的一点就是 一些生活条件比较好的 营养数日充足的 体肢比较高的 中冬年人 由于皮下脂肪比较厚 皮肤相对 细腻白痴 但这不是因为 额外食用 胶炎蛋白 导致的 而是更多 跟我们 中冬年人的体肢分布 和整体的营养状况 有关 所以市面上的化妆品 就会添加了 胶炎蛋白的成分 虽然 动物来源的胶炎蛋白 用于外用 而且对我们人体 一般是比较安全的 在皮肤表面 都可以形成 保湿的一个膜 对我们 刚做皮肤 有一定的滋润 和暂时保护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 是有助于 減轻这个皮肤 一个 光烈的 不舒服 但是 明确的就是 这些作用 仅仅是限于 皮肤表面 胶炎蛋白 是属于大分子 物质 没有办法 串头我们的皮肤 屏障 日后被人体咳嗽 所以 都不可以 直接转化为 我们自身皮肤的 胶炎蛋白 所以 它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 一个补充 胶炎的作用 另外 胶炎蛋白 和 胺基酸物质 是容易成为 微生物 利用的 一个 营养的 泥液 所以 如果我们 保存得不好 或者超过 这个有效期 可能会发生变质 产生刺激性的 有害物质 所以 使用胶炎蛋白 或者胺基酸的一个化妆品的时候 我们应该严格注意 它的产品的保质期 和一个储存的条件 超过有效期 产品 我们就不可以继续使用了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 以及 饮食 营养 试日合理 正常的朋友来说 是没有必要专门 补充 胶炎蛋白 人体在我们消化功能正常 蛋白质素充足的情况下 完全都可以自行合成所需的 胶炎蛋白 而且 只要在 消化功能 明显受损 或者处于一个特殊的 医学营养 需求状态 才可能 在医生或者 营养专业人士 指导下 考虑补充 胺基酸 或者其他 医学营养制剂 另外 衰老是我们人体正常的心理过程 现在市面上的营养補充剂 或者外用产品 很难从根本上力转自然规律 正确的做法 理性形式胶炎蛋白的作用边界 科学适度使用相关产品 多谢大家